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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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有事有终 来一条纸布 哪位朋友夜闯武当 少林僧人空相 又急事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 原来是少林派空自辈的前辈大师 请 当真 这等毁似灭派大师 空相怎敢胡言乱语 就请道长立即禀告张真人 势在紧急 拼僧求见片刻延缓不得 大师来得不巧 李师祖自从去年做官 至今一年有余啊 既然如此 那请通报宋大夏吧 大师伯率同诸位师叔和贵派联盟 远征名叫魏返 远征名叫魏返 不对啊 你时间推算 难不成大师伯 他们在途中遇上了麻烦 武当无人主事 想来武当派 也会和我少林派一样 难逃此劫啊 地派事务 见由于三师叔主持啊 于三侠手足有伤 行动不便 贫僧是否能前去 和于三侠说明来由啊 那大师随我来 好 少林寺空向大师求见 爸 进来吧 是 请 喂 对不起啊 师兄 我不是故意的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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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来人呐 来人 来人 来来来 进来进来 到后山小院建祖师爷去 是 少林派来 每一位高僧庄临残舍 老道未曾远迎 来忘述罪 张真人 果然是一代宗师 听声辩人 贫僧由衷地赶退 弟子参见祖师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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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师法号 贫僧少林空向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 不敢 大师不必多礼 深夜来访必有要事 请说话 日前 少林派 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 明教未报六大门派 围攻光明鼎之仇 偷袭少林寺 本派自方丈空文师兄以下 僧俗弟子或战死或被擒 仅平僧一人拼死脱逃 陷阱明教大队人马正向武当而来 平僧是特来告警的 明教竟然如此猖狂 只是老道不解 少林寺高手如云 怎么会遭到了明教的毒手呢 明教假扮围攻光明鼎 凯旋而归的我派中人 因此 刘四僧众不防 被明教杀的是措手不及 一场激斗 我少林派 你家乱真 有谁能防啊 张真人 近日中原武林的存亡荣辱 全息于武当一派 聘丧堪请张真人 为我少林学耻报仇啊 空想大师 武当少林本是一家 这灭四之仇啊 师父 师父 您没事吧 纵行江湖一生 没有想到 找了假空想得到 只怪我 年轻时 远起少林 心中一直于少林有不解之情 才没有方便 糟了 听师公说话的声调 就是受伤着实不惊 如果我推的没错的话 师公辅葬已损 我是否 应立即表明身份 想救师公 三师叔 师公 明教大队人马到了子萧宫 口出乌言慧语 说要踏平他们武当派 他们那么快就到了 这位假冒的空想大师 这位假冒的空想大师 定是明教先前派来取我性命 他抱着必死之心 全力搏命一击重伤于我 若奸计得逞 咱们武当今日恐怕要不少林后尘 难以自报 师父 我们跟魔教拼了吧 不许呈匹夫之用 武当兴亡无足介怀 只是武当派的绝学 却不可因此而中断 代言 师父 我做官十八月 勿得武学今要 太极剑和太极拳 已无瑕疵 此刻我传授于你吧 师父 弟子残废已久啊 我 听着 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 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 将就以敬之洞 后发之人 袁桥 廉州 松西 黎廷 生骨都不在身边 代言 你必须身负 传我生平之决意的重任呢 是 请师父赐教 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 揽雀尾 丹鞭 提手上士 白鹤亮翅 樓西偶步 颈部 斑蓝锤 如风似臂 十字手 爆 呼 鬼山 太极 既是以慢打快 已经制动 有点变化 果实惊微傲慢的上乘武学 这套全书的诀窍是 虚灵顶静 寒凶八倍 松腰垂臀 沉间坠肘 十六个字 纯以一行 醉迹用力 行神合一 大爷 你懂了几成啊 弟子余鲁 只懂得三四成 那也难为你了 你武师的悟性最高 可惜不幸造亡 否则 当传我这门绝技 这全境 首要在四松非松 将战未战 净断 亦不断 张三峰 再不出来 我一把火烧了你到过 快出来 带人 你全身残废 明教不会对你防备 千万借急借躁 更不可强行出头啊 倘若我苦心所创的决议 不能流传后世 那你可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 弟子受教 走吧 去见见明教的人 抬我 跟着师父 要便宜 一把豪没 离田 一把伍子 哪里 员 都温暖 会 中间 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 各位来到武当 不知有何见教 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 教主到 白普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道理 难怪少女派会一败重定 晚生张无忌 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望 幸会幸会 张无忌 老到万万没有想到 名教教主 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 巧得是名字又偏和我那 无忌徒孙相同 张真人您真是好眼力呀 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 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 曾赴贵教讨教高招 迄今未归 不知他们下落如何 还请张教主明示 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 而且受了点伤 不过性命并无大碍 至于那位鹰六侠嘛 我那姓鹰的小徒呢 那鹰六侠就可怜了 和那位鱼三侠一模一样 这四只啊被大理金刚纸 全给折断了 师父 这人呐是死不了 不过动弹不得 师父 师父 张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 不老张教主操心 老道贱朗得很 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 想 补贴之下莫非王谱 率祖之兵莫非王臣 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 争争人到时若能孝顺 皇上肯定立当疏风 武当派大蒙荣宠 宋大侠等人人无恙 到时肯定会风绝佳露啊 明教虽多行不义 胡作非为 却一向与援兵作对 曾几何时 却投了朝廷 老道师父封关太久 倒是孤陋寡闻了 弃暗投明嘛 实施物者为俊杰 少林派空文神僧以下 个个都效忠朝廷 本教见大势所趋 追随天下 闲豪之后而已啊 元顺帝残暴 多害百姓 这是民怨四起 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 但也知大义所在 空文乃当世神僧 岂能为势力所趋 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 这么说张真人 是不肯归顺我朝了 你字字句句 听得一清二楚 还要平道重复吗 张真人既然如此明顽不化 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请各位跟我走吧 贵夫 名叫张教主坐下 晚辈我一笑参见张真人 韦先生不必多礼 久仰轻易服王 轻功绝顶 事所罕有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张真人夸奖了 清少的 你冒充名叫 破坏本教名声 用意何在 男子汉大丈夫 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 男子汉大丈夫 小女子阴险毒辣 你想怎么样啊 你不要老是这么 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 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 咱们言归正传 你冒充我名教之名 先攻少林 再饶武当 到底是居心何在 你又是什么来历 啊 不说话 那我就要开骂了 我要骂到你 说实话为止 你这个臭 哪个替我张嘴 是 大师傅 让让让让让让让 让不如 名教张教主坐下 有行散人布袋和尚 说不得 参见武当掌教组是张真人 你们 你们把平道弄糊涂了 到底谁才是名教的人呢 比较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 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后拆遣 虚张声势啊 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 正是我所言不假 你是说奉教主之命 我是这么说了 那他人呢 叫他来见我 你这话一出 你就不打自招 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 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 你别得意 就凭独鞭符合一个臭和尚 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再加上我呢 我白眉英王 英天正 英王 你也来了 接到光明左使杨霄的传令 知道亲家有难 一路上 我骑死了八匹马 飞奔而来 张真人 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 请恕罪 我徒儿张翠山 和你千金殷素素 已结成夫妻 你叫我亲家 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名教的高手越来越多 仇华多时 婶婶安排的计谋 看来今日难以成功 但是好不容易将张三丰 打成众山 这是千载难逢 结误第二次的良机啊 近日若不成此机会 灭了武当派 日后将更加棘手了 江湖上传言 武当乃正大门派 其知耳闻不如目见 原来武当 暗中和魔教 勾勾搭搭搭 全仗着魔教撑腰 根本不知一提 赵姑娘 你这句话说的太没见识了吧 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 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事呢 你个小孩懂什么呀 是你说的对 还是我没见识 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 如何证明 今日前来 专程讨教武当绝学 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 我们都乐于奉陪 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 还是愣得虚名 交战之后 既能证告天下了 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 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 张无忌 这个臭小子 奸诈狡猾 我日后见了他 一定要扒他的皮 抽他的筋 一消心头之恨 哎呀 很好 很配 独蝙蝠 你说什么呀你 赵姑娘 本叫张教主少年英雄 你赵姑娘美貌如花 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 还小几岁 哎 这么着 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美 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啊 啊 张真人 你若不肯露一手 就留句话下来 说这武当派呢 乃欺世盗名之辈 我就立刻带人下山 并归还宋远桥等人 天都亮了 这样吧 一战定输赢 阿大阿阿阿三 你们站出来 张真人只需将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 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 确实是名下无虚 要不然嘛 江湖上自有功论 也不用我多说 张真人 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 比比拳脚吧 张真人 请 找跑 好雄厚的内力啊 连老夫都自叹不 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 张真人 你要是不想下场 只需交代一句 我不会动蛮硬兵 嗯 太师傅 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 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 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 也就够了 这位施主 足灯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扶魔的外加神功 像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 你小孩强出头 恐怕一乱击石啊 少林外之啊 那我更有兴趣了 师傅 他怎么会抬积拳的 这名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 我没见过他呀 定是我抢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 他在一旁学会的 此次天子极高啊 用意不用力 太极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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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断绝 不是断绝 当得机得胜 另对手 其根字端 一招一式 无许节节贯穿 阿三 拿黑鱼断血膏了 本本的血骨妙药 秘密之极 连本本弟子也不知道 你这小童从哪里进来的 我是顺口试的 看看胡青牛的异境是否有误 还真有了 拿来 没有 拿药来 没有 拿药来 没有 不长江大河 滔滔不绝 把黑鱼断血膏拿出来 想不到堂堂的名教大教主 这么没出息啊 在武当 假扮起道童来了 赵姑娘言之差矣 先赴翠山公 正是太师傅 坐下第五弟子 子随父 我张无忌 就是武当人 不需假扮 求孙张无忌 叩见师公和三师伯 释出仓促 未及秉明身份 还请恕欺瞒之罪 孩子 孩子 我一直以为您已尽 太好了 你没有死 太好了 太师公 无忌好想你啊 催山又后了 他可含笑九泉了 张真 恭喜你啊 交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啊 我也应该恭喜你啊 生了这么个好外孙 什么好外孙 好徒孙啊 两个老不死 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 小鬼出来 赵姑娘 阿三是你的首相 想必你定有黑玉段虚高了 请赐予我三师伯六师叔 以便治好他们的断真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我啊 恨你入国 不将你碎尸万段 难抵昔日 在绿柳山庄刚牢中 对我轻薄羞辱之罪 那日 为了解救我教中人 事在紧急 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其实在下 绝无丝毫轻薄之意 你要黑玉段虚高 那也不难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 我便双手奉上 哪三件事 我现在还没想起来 等到我想起来了 我说一件 你就做一件 那怎么成 如果你要我自杀 要我做猪做狗 我也必须依你 我不会要你自杀 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 就算你肯做 只怕你做不来 好 只要是不为狭义之道 而我又做得到 我张无忌 依你也无妨 公子 小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吧 你怎么来了 我和布回姐 陪殷六侠他们一起来的 那六叔呢 他们就快到了 阿大 在 这把姓张那小子的两头胳膊给我砍下来 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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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照我的丫头 你太卑鄙了 用倚天剑 欺负我教主守屋吞铁 我就是卑鄙 怎么样 谁叫她把我送给她的东西 转送给别的女孩 估计 看太极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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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记了一小半 现场现外也难为你了 现在怎么样 你忘记了一大半 糟糕 教主越往越多 那他就 张建人 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 看一遍 无计怎么记得住呢 请你再试一遍 给我们教主瞧清楚 现在呢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呀 他们 他们 图屋俩俩在干什么 林阵学武 未免太迟了吧 小剑法 救光 我 主人 属下无能 甘领罪责 且慢 不留下黑玉段序高 休想走下武藏山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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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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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是他们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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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 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伟父王 你们要走一步就叫一句 烦不烦哪 教主冲了玄冥二老子 玄冥徒长 我是在担心的呀 这教主和张真人在里头好半天了 不是说他 师公 您在笑我 不是 我是在想 我活了百岁 这百年来的人生经历 还没有你几年的精彩 我还真不想有这种经历 在死门关前 不知道走过多少回 这种曲曲折折的遭遇 我实在无法承受啊 过去了 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 师公 您可知无忌 无时无刻不再思念你啊 我又何尝不是呢 你父翠山是我最疼爱的弟子 爱乌其乌 我对你呢自有一番疼爱啊 自你失踪之后 我不断自责 不该让你去蝴蝶谷啊 好在老天助你 化苦为甘啊 教主 教主 你的伤怎么样了 咱们徒孙一聊就是大半天 他们一定是都焦急了 走吧 教主 我们送往 Buy 干嘛 一事 为 Cit 联系 老师 非常 uncertain 假设 这是我 非常渔ushi 对 时至今日 咱们还摸不清对手的底细啊 那姓赵的丫头不知什么来历 连玄冥二老如此高手 竟然也甘心顾他驱使 不管他身份如何 咱们眼下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去抢夺黑玉段虚高 耗治疗于三伯和英六叔的伤 第二件嘛 是设法打听宋大师伯他们的下落 我残废了二十年 便真有仙丹神药 那也治不好了 无计 你还是先救大师哥他们吧 三师伯 你这几天发生的事 你六叔都跟我说了 让我喘口气 让我喘口气 看到你 就想起了当年的我 六弟 一我同我 真的是同病相怜啊 张公子 杨总使他们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号令出发 我知道了 嗯 无计 你去吧 三师伯六师叔 无计告退 无计啊 千言万语 只有一句话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十公耳提灭命 无计谨记在心 那就一路小心了 无计告辞了 无计告辞了 不回 你回去吧 好好照看赢六相 知道了 爹 五计哥哥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说呀 有话就说吧 哎 杨总使 走走走走走 咱们走啊 走走走 走走走 就你我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 五计哥哥 我娘走的时候 托你照顾我的对吗 是啊 你万里迢迢地 将我从淮河之盼 送到西域我爹爹的手里 这中间经历了很多先辛万苦 此番恩德 我只深深地记在心里 从来也没有跟你提过一句 那有什么好提的 倘若我不是陪你到西域 我自己也就没有这愈合 只怕此刻早已毒发而死了 不会的 你仁侠厚道 自能事事逢凶化吉的 五计哥哥 我从小就没有了娘 爹爹虽亲 可是有些话 我还是不方便对他说 你虽然是我们的教主 可在我的心里 还是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 所以 既然你当我是亲哥哥 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五计哥哥 你说 我爹和我娘 他们是不是对不起殷六侠 过去往事 不用再提了 不错 对别人来说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可是殷六侠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我娘啊 这次他身受重伤 日夜昏迷 可是他还实实地拉着我的手 不停地跟我说 小福 你不要离开我 我现在手脚都断了 我成了一个废人了 你 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千万不要把我抛下 我求求你了 五计哥哥 我越想越觉得他可怜 越想越觉得我爹娘对不起殷六侠 我已经亲口答应了他 不管他手足痊愈也好 终身残废也好 我都要陪他过一辈子 永远都不离开他 不回妹妹 已经对六叔托付终身了 我已经斩钉截铁地跟他说 他要是一生一世动弹不得 我就一生一世地陪在他床边 侍奉他饮食 跟他聊天 解闷儿 可是你这 我不是基于同情 也不是一时的冲动 五计哥哥 我在来武当的路上 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 现在 英六侠他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他 五计哥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有时候我想 你好几次救了我的性命 我确实 是应该服侍你一辈子的 然而 我总当你是我的亲哥哥一样 我心底里记你亲你 可是对英六侠 我是说不出的喜欢 说不出的可怜 不错 他年纪大了我一倍还多 又是我的长辈 世俗的眼光会笑话我 而且我爹爹又是他的死对头 我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 可是无论如何 我都把心里话跟你说了 你别老 有话就说 你还真以为你是教主的岳父大人 架子端起来了 你想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我心里都有数 你女儿不悔和教主 从小一起患难过 人家说呀患难见真情 所以我肯定他们是有真情的 教主来了 你瞧 这是小两口别后的心境 杨作实 恭喜了 你不要口无声了 教主 教主 说不得呢 属下要他速去与赶来的兄弟会合 不必上武当了 回光明顶去了 是应该 免得大队人马老实动众的 有关追寻赵敏 属下有一建议 杨作实请说 教主 赵姑娘出门是前呼后拥 不可能单独行动的 要查她的踪迹不是难事 我建议咱们分从东南西北四处搜寻 不管找得着找不着 明日正午在古城会起 教主遵义如何 甚好 那我和小赵往西方找 我南 东交给我 我往北去 那好 只是玄冥二老武功极实厉害 三位倘若遇上赵敏一行人 能避则避 不必孤身于之动手啊 是 小赵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小官 来吧 谢谢 老板 这是一条官道吧 是啊 这出镇入乡 都得从这经过 那请问 可曾建过一城 黄断软教经过 有啊 大排场 可叫咱们乡下人开了眼界了 对了 还有三个重病的 睡在那软兜里抬着 往西 朝黄龙镇去 走了还不到一个时辰 谢谢老板 小赵 等快吃 咱们好追上他们 嗯 嗯 小赵 一路上没听你说什么话 有心事啊 还给你 想说什么就说吧 小赵 小赵 不配带着珠花 你不配谁配啊 不悔姐姐啊 不悔 嗯 公子跟不悔姐姐曾患难共真情 像这么贵重的东西 公子应该送给有情人呢 不错 我和不悔妹妹是有情 不过我们俩是兄妹之情 这次在武当山上 他跟我谈了很久 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是我六叔 要跟他厮守终生 哎呀 小赵 你可千万保密啊 别让他爹知道 小赵 啊 啊 我是不是 太小心眼了 其实你对我 不但有恩更有情 我送你理所当然 你真这么想啊 小赵 我跟你说过一句假话 既然你不要 我就送给不悔妹妹 做成亲之礼 还我 送给人家的东西 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 你们女孩子 实在搞不清楚 心里想些什么 公子 你认为赵明 会住在这瞻掌之中吗 赵明相默说话 和汉人无异 打他行事作为 交横豪奢 带着几分蒙古之风 有屋子不住 在大街上住瞻掌 那不是太怪异了吗 人站着中途已久 别说蒙古人 就连大都汉人的豪身大骨 以敬学蒙古风尚为荣 那也不足为意啊 好 就听你的 小赵 你在这儿等我 奥运古 今一辈子你 我要怎么进你去 他四肢被我震碎 此刻定是用他本门灵药 黑玉断血糕复制 现在不见我更待何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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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起起爱啊 什么时候 才走到是非之外 因为你 想和他谈谈 让他一生为你画背 他的心宽容自爱 再不提你曾给他伤害 你要他身边 再没别的女孩 让他一生为你画背 让他的心宽容自爱 再不提你曾给他伤害 你要他身边 再没别的女孩 再没别的女孩 感谢观看